祝贺国足新一届的第一主帅重磅诸如 不是李铁也不是李肖鹏 而是好取二连胜的广州队新主教练 他就是大家广为熟知的政治 提到这里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为什么说现在国足队伍最适合担任主教练 并且最有资格最有能力的反而是政治 提到目前的一个比赛状态 我们就要回顾起 广州队目前在政治 他当任了第一执行主教练的时候 那么他取得的成绩到底怎么样 用人不知打法到底怎么样 对比起李铁跟李肖鹏 为何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呢 其实提到这里 首先我们要回顾起 广州队直到如今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凭借2比0的比分击败了河北队 拿到了广州队二连胜 其中广州队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关键的点 在政治当任了第一执行主教练之后 那么他所派上的球员 都是一些非常年轻化的球员 都是一些非常有潜力的球员 其中在没有核心大外援助阵的情况下 广州队依旧能够好取二连胜 并且直到如今 在整个中超联赛当中 除了上海上岗队以外 那么排名第二位的就是广州队了 广州队在政治的带领之下 哪怕说包括了核心的外援 也就是我们此前所了解到的国足核心主力 埃克森 另外还包括了其他一系列的主力 都纷纷选择了 离开广州队 连工资都不要了 但是哪怕说广州队遭遇到如此尴尬的情况之下 依旧能够迎来比赛的胜利 能够打得非常的稳 那么这背后就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 他就是政治 政治在面对着河北队好取二比零比赛的过程当中 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入选进球的这两名球员 分别是18岁的林杰 林杰在球场上 他是在上半场当中 接到了队友很好的一个配合之后 完成了破门得分的 年仅18岁的林杰 能够得到政治的重用 并且派他上场来进行跟队友进行协防 共同来搭档进攻 可以说完美的配合 打出了很好的一个进攻优势 进球了 并且取得了上半场的一比零优势的 到了下半场当中 广州队的政治主教练 他再次进行了人员的调动 并且他是重用了年仅20岁的唐凯元 唐凯元依旧是不负众望 他在广州队总体的一个配合协防之下 完成了第二个破门进球得分 连续拿到了两个进球之后的广州队 成功锁定了二比零 也锁定了广州队的二连胜 要知道 广州队在政治当任主教练之后 迎来了二连胜 这背后 完全是离不开政治他的用人安排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过去的广州队也好 很多中超联赛的球队也好 大部分的赢球 还有好取比赛的冠军 其实都是依靠规划进来的外援 或者说签约进来的外援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来的 但是直到现在 哪怕说政治他没有埃克森 没有其他核心的外援的情况之下 他依旧能够在用人安排方面 打得很灵活 打得很实在 在派出18岁跟20岁的年轻小将的情况之下 依旧能够完美的配合 形成破门得分 这就是政治他非常有益手的光 这就是政治他用人安排的魅力所在 对比起李肖鹏也好 还有对比起李铁也好 其实政治他在过往 在我们的中超联赛 亚冠联赛 以及国足的比赛当中 政治可以说增长了很多年了 直到现在超过了40岁的政治 他依旧在球场上努力的拼搏着 现在担任了教练组的成员 那么让政治他来带队 估计在用人 大概率在用人安排方面 会更加懂得用人 更加懂得布置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 国足队伍当中 要说最合理 以及最合适 担任主教练的人员 那么并不是说李铁 也并不是现在的李肖鹏 而是现在大家纷纷支持了政治主教练 大家是否支持和认可 让政治来担任国足新一届的主帅 这个位置会更加的合适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关注